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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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送她回去 好 快點幫忙 誰呀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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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鬼生少爺, 姐姐好嗎? 那還不去? 好, 走吧 鬼生少爺… 鬼生哥… 小心 我沒事 你先回來吧 不行, 鬼生是生是死 也要跟二哥有個交代, 繼續找吧 天都黑了, 我們找不到我 不如先回去吧 小心繼續找 是呀, 入黑之後, 鬼生哥是不是更危險 那倒是, 還有一天 鬼生哥 不如我們分頭再找吧 鬼生少爺 鬼生少爺…你去哪兒? 鬼生少爺, 出來了, 別嚇壞我們 鬼生少爺 鬼生少爺, 你在哪兒? 鬼生少爺 鬼生少爺 你來幹甚麼? 找鬼生少爺 你猜哭老鼠嗎? 如果你不肯看著船就不會弄成這樣 現在有船人影也不見了 你不知道就不要亂說 我們一家人找了一晚都沒休息過 他們現在早在下游那邊找著 你幹甚麼? 上你的船一起找吧 我鬼生少爺跟你一起找 我是少爺的, 是少爺的 少爺… 爹嗎? 爹嗎? 沒有人, 永遠沒有好抱 少爺 少爺 少爺, 你看見西瓜好出來 我們要帶你回家 你睡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裘大哥, 雖然尚端注定 我們今世無緣 但是我知道 我們來世一定可以白頭盜藏 這一程餓糖米酒 是你十七歲的時候蒸造的 你還將它送給我做定情送品 這一程吉慶雄 是你正式做大師父的憑證 我還記得二哥都賺了你的功夫擇實 這一程古谷漾 令你終於成為火王 連大哥的金舌頭也沒什麼可以挑剔 最遺憾的是 你一直都沒做到桂花香 你跟我說過 你說你做到桂花香之後 就會和我成長 但是現在酒尾石人已去 我已經哭了很多 其實這幾天我已經哭了很多 我知道裘大哥不會想我這樣 他不會想我為他痛苦 為他流眼淚 如今我要傷心下去 我不如努力幫他完成心願 做他這隻桂花香 阿淳, 你會不會幫我 我一定會幫你的 裘大哥說過 他最想的一隻 是屬於自己的宅門 阿淳, 你今晚陪我喝這三澈酒 酒有七種味道 烈青金辣, 甜酸醋 其實就像做人一樣 我可以和裘大哥 經歷過這麼多種味道 不過我已經覺得此生無憾 裘大哥, 我以後會為你好好地生活下去 你安心吧 來吧 五娘, 記得要用金珠做樓 甚麼事 老公野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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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意思 誰說貴生死的 做甚麼事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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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你別那麼激動, 老闆 是不是呢?我已經說過了 總之一天還沒找到那個貴薪 沒有人可以說他死的 你們聽著 誰自作主張就等於替我作句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從來沒想過離開年度 身為顧家人就是守著酒廠 要一心一意做好酒 差點幾十年 我始終會死 但我不能讓酒廠停下來 我更加不可以讓酒廠後繼無人 老闆, 其實少爺不是你們想的 你想想, 你說不舒服 他馬上趕回來探望你 他真的很孝順你的 只不過... 只不過我沒有給他機會 現在說得太遲了 但無論如何 他是我顧世龍的兒子 是我顧家的人 小奶奶, 如果沒甚麼事 我就出去 鎮英, 你也看見了 你最近身體這麼差 你真的要好好幫我打理酒廠 我只是盡本份幫老闆而已 我也要回酒廠打點一下 我先出去 鎮英這個人獨斷獨行 況且我看他沒甚麼本事 世龍怎麼這麼信任他 那畢竟是他姐姐老爺的懸佩 而且這個人誠苦這麼深 一點也不簡單 俗語說, 無聲狗咬死人 我覺得世龍的身子 不是三招兩天好得回來 酒廠的事他未必管得到 鎮英反而我不怕 我反而怕 甚麼怕大伯 現在酒廠當家這個位 他一直來都虎視眈眈 他當然想了 他一直被老爺騙著 所以現在我們倆就拿著司機 不要讓他擁落人心 可是求真死了 火王這個位置還沒有人補償 大哥, 你放心吧 我們不是一直有適當的人選嗎 我?我不行的 甚麼不行? 你一定是求消了一段日子 你的精煮技術一向都不錯的 我說這趟吉慶熊是由你負責 如果大家來嘗嘗的話 我說他公道說話 桂林應該有這個機會 因為我平時也教了他不少東西 桂林 對了, 民宿鎮英 你來說他公道說話 那…我認為桂林少爺 他做事很利落 豐修用精煮房的功夫也很熟 不如這樣吧 讓他們兩個合作做一次 就合了河車, 是不是 真英, 你說呢 一趟走一個城大的得室 我認為經驗是很重要 豐修在精煮房多了很多年 我建議金銅的吉慶熊 作為一個考驗 如果他成功的話 就讓他做火王 信男豐修 實在沒有信心可以做好吉慶熊 仙婆, 你一定要保佑我 你看 豐修呢 我整天早上都不見人 馬上去哪兒去哪兒去 真是的 你身在哪兒 很痛 豐修, 你幹甚麼 剛才去了祈福 怎麼知道山坡掉下來 你怎麼會這麼軟盡 你怎麼會傷得這麼重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怎麼辦 你怎麼搞的 你這個樣子 你今天甚麼都做不了 是呀… 黑柴, 你今天抬他走 你掌火 我?我不行, 不行 行 乾叔, 那你來吧 我不行, 我撿頭撿尾就行了 掌火, 我不認識 幹甚麼, 現在一個月都說不行 要不需要叫他走美宮來掌火 細奶奶, 不要開玩笑了 我哪有認識 小心, 大老爺 大老爺… 大老爺 大老爺 豐修, 幹甚麼傷了 這盤雞鴨, 無法交給別人 很大事 阿曼 大哥, 逼你一趟走, 由你掌火 我?我何德何能 我又不是當家, 又不是火王 我有甚麼資格掌火 那你當作為一個狗譜敲 免為其難做一次吧 是呀, 爸爸, 你補刀未老 給大家看看真功夫吧 不行, 大老爺以前怎麼擅長 都已經是很久的事了 現在, 你看他的樣子 喝醉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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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還有點火 掌火, 浪費氣了 你倆自家有甚麼資格批評我 想當年我三年學發酵 三年學精煮 甚至我小時候也沒有我學得這麼快 我掌火的經驗多過你掌廚 大伯, 你怎麼知道經驗豐富 你還很有耐性 你等這麼久還是等今天 想插腳進精煮房而已 拉姑娘你也知道的 老太太不是說過嗎 不准大伯再做酒 他以前做過甚麼他自己最清楚了 你...你不要用老太太來押我 大爺, 走開 我被人押了幾十年了 兩句說話押我不死了 這次是你們求我 不是我求你們 謝謝, 都是我求你 我拜託你不要幫忙, 不要插手 甚麼事?老闆... 老闆... 你幹甚麼跟上班 你不舒服多休息 快點 為甚麼這麼大的事 有人通知我的 我們九抱鄉開業百年 從來沒有停過工 準備開朗 老闆, 但是沒有人掌火 那你由我自己來 二哥, 你身體... 行了, 我決定了 我古小孩某著誰都不怕 領埃, 我想找了 試試看 有好點, 先進去吧 還沒 burg吉, 我想找你 走 承走呀, 承走呀 承走呀, 承走呀 老闆 老闆, 麻煩你了 承走呀, 你幹甚麼 你敢搬走我的東西 我就當你賊那麼粗 承風, 你惡也沒用 我整個花味都被你燒了 就憑你幾個難怪 都不夠我弄花味道 承風, 老闆, 就當我不好 這種張木籠賣又不值錢 燒也燒不著, 是不是? 給我們吧, 好不好 老闆, 求求你 最好我們做牛做馬陪伴 就憑你幾個, 吃心米 你幹甚麼罵人 你… 陳老闆, 不要 不要 有沒有碰我的橫水道 陳老闆, 你錢我一定賣 你給我試試看 我… 我一傳上的貨物 都自二十個大洋 一賣水道就當利息 你現在說甚麼都行 我怎麼知道你的船上面那些是和光草的石頭 總之世事是假 誰碰我的橫水道就拼命 無論你劃仔還是賣女 一定要賣錢 陳老闆, 現在連橫水道也沒有了 我們就開飯也沒在落 跟誰有錢賣呢 這些是你的事 因為你九步香才搞成這樣 現在連古老闆也命賣 如果有甚麼不測 一條香都當作過街老鼠 醫生, 你說老爺中風 那怎麼才去醫生和他 是呀 多虧盡快送出省城醫 拖得越久, 只會越危險 我們先走了 謝謝你, 醫生 大興叔, 麻煩幫我送醫生 是呀, 醫生… 二嫂, 那我們快送二哥出省城 省城, 山長水遠 坐船又乘車 我怕沒出省城, 老爺出事了 怎麼樣?二叔他怎麼樣? 我跟曾瑜去廟裡 幫二叔求一支籤 說家宅平安 就算有病也不會病得久 家宅平安?大嫂, 現在貴生死了 老爺病成這樣 你來拿幾年陳慶 細嫂, 我一番好意而已 這條一番好意嗎? 大家只是擔心二哥 你們不要針風相對 夏寬, 我請了個風水先生回來 希望能夠跟老闆轉轉運 好, 紅哥, 你看看 四方無缺, 大廳朝北 本屬大吉 可惜紅氏變白氏 那大吉就變成凶了 那怎麼才能吹吉避凶? 喜事不可廢 要二老爺平安無時 要跟他辦一件喜事衝起下就行 喪事還沒辦完 怎麼辦喜事呢 是呀, 現在這樣 我們哪有喜事辦呢 貴生是本來要成親的 要幫他辦婚事 你想明婚? 白氏變紅, 最好不過 不過抱子成親 最重要是八字夾才能吹吉避凶 不用想了 陳家小姐的八字 和貴生的八字剛剛好 是呀 就選他了 那不太好吧 否則陳老爺 怎麼會讓女兒這麼做呢 近來陳老爺的生意有困難 我們給他多一點好處 一定可以談得到 陳老爺太稀有此理了 不讓他女兒嫁去股家就算了 要不要罵我們狗血臨頭 簡直不惜抬舉 買賣不成就仁義在 枉我們還幫他頂起這些債務 豈有此理 哥, 那老爺的病呢 這層回去再談吧, 走吧… 陳小姐 幹甚麼?走迷宮來 陳小姐, 求你嫁給我們少爺吧 你有沒有搞錯 叫我們少爺嫁給死人 陳小姐, 我像這樣很過分 可是你相信我吧 我們少爺真是好人一個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媽不見了 每個人都不肯幫我找 只有少爺肯幫我找她回來 因為其他人嫌我媽媽傻 看來你也傻的 先聽她說 是呀, 我媽是傻的 可是整間酒廠 只有貴生少爺幫我找我媽媽回來 她找了大半天才找到 就是這樣她就病了 還病了一個月 你想想 貴生少爺這麼好人 她現在又這麼早死 我求求你, 你嫁給我們少爺吧 你嫁給他 一定可以幫我們老爺充氣 就算我們少爺 也不用孤零零一個嘛 我求求你 但是你經過上次 退婚的事之後 我也不會想要嫁任何人了 既然如此 就嫁給我們少爺吧 但是我甚麼都不認識 嫁進孤家我都不知應該怎麼做好 不要緊, 你肯嫁就行了 他們一定很感謝你的 我這麼說 他們一定會對你很好 我不認識 爹 你們肯嫁上下 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 甚麼粗氣 你老闆是人 我的女兒就不是人吧 你回去告訴你們小奶奶 你說應該做父母的 絕對不會這樣害自己的女兒 要死了一條心 走, 走吧 好久沒見過老闆 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 朱未公, 成長去了哪兒呢 快去做事吧 媽媽 你幹甚麼 你幹甚麼 我…我大小人 少爺死得這麼慘 老闆又病成這樣 我想那些小人作怪 那我拜一下他們 他們就不會搞我們了 沒用的 你以為幫老闆這麼容易 你也不肯把女兒打給死人 我… 龍姑 九甘叔 喝兩碼和米酒 好… 你看他們 害了九本香這麼多人 還在虐無其事地喝酒 老闆最慘的是古老闆 又沒有做過恩質事 為甚麼弄得臨老不覺得小 兒子就死無存私 自己弄得只剩下半條人命 叫他女兒順風 嫁在古家不太適合 你們趕時趕 別請順風下水, 行不行 我真可憐 走吧, 九甘叔 害得整條鄉人這麼慘 好可憐的女兒吃醉了 有甚麼不適合 是啊 反正他也沒錢賠了花尾島 不把順風嫁入古家 別說我說, 拼賣女樂技債就行了 嫁入古家最適合 你幾個東西喝酒就喝酒 別說那麼多, 來… 把小菜給你們了 還收拾什麼? 做個… 滑蛋蝦仁 老闆, 先收拾帳 好, 拿去吧 走吧 我沒有收拾帳 真是你, 你別管我難做 小奶奶不會見你的 大爺叔, 你讓我進去吧 讓我進去吧 九甘, 你回去吧 我要見古老闆 我要求他原諒我 多說小奶奶不見你 我鞋子都走出了幾對 我看都沒有誰走的 這樣吧 小奶奶 我不好, 是我壞 我害死貴親少爺, 你罰我吧 貴親死了, 老爺病到現在還沒醒 你死的錢也賠不回來 你欠他的股家這輩子都說不清 我知道我是罪人 我帶了順風的時辰八字來 我被順風駕駛你的股家 幫老爺充氣 不用君生雪爺, 故你拿上路嘛 你害死我們貴親 你以為被殘雞妹入門就當你贖罪 你不用指望 大叔, 讓我趕你走 別客氣… 小奶奶…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人來 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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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你走來這裡幹甚麼 爸爸不要… 你怎麼樣, 你有沒有事 我以為發作溫了可以博同情 告訴你爸爸 你怎麼知道 想你夾我們股家 想也不用想 真是不知醜 害死人還想嫁進來 想分家產阿珍 死人也不放過 你開口 爸爸, 我們走吧 小奶奶 這個八字很急, 是她的了 古家的人真是兇 打得人全身都瘀了 你也是的 明知道他們不會原諒你 還要找他幹甚麼 剛才我在店裡 周圍的人不斷說話 不斷說話 很煩, 很難受 不知道為甚麼走到古家了 爸爸, 你相信吧 別再喝酒了 別再要我擔心, 好不好 爸爸, 姐姐 買了些東西來孝敬你們 這是甚麼 爸爸喜歡吃的 姐姐, 還有這裡的錢 你先拿著 看待會兒怎麼可以慢慢秤給別人 你為甚麼會有這麼多錢 你又做過甚麼來 爸爸, 你要照顧姐姐 她的脾氣很大 還有, 姐姐, 你別讓爸爸喝這麼多酒 不要 我做了小豬, 買了身 以後會在今餐裡開礦 那筆錢就是訂了 你是不是傻了 你為甚麼要這樣做 你去了就不能回來 你叫我跟爸爸怎麼樣 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 姐姐, 你罵我幹甚麼 我也不想賣豬仔 但是我想不到辦法 我只知道賣豬仔 可以幫我找到不錢回來幫家 我不想看著三個人抱著一起死 你知道嗎?你讓我去吧, 姐姐 總之姐姐不會讓你賣豬仔 我們是一家人 就算有災大麻煩 姐姐也會幫你想好它 姐姐, 你幫我做了很多事了 這次就讓我幫家做點事吧, 爸爸 水, 你這輩子都沒熬過 過去了, 你還哪有命回來 來吧 怎麼這麼人齊 九斤叔是我來報喜的 剛才你拿順豐的蓮金八字 去被小奶奶提親 比風水先生合過 原來不知多合 所以小奶奶叫我拿點文定過來 不是呀...我剛才喝醉了 我不是要嫁給女兒古家的 我姐妹嫁給古家的 怎麼這樣, 我連禮都拿過來 你怎麼說話一時一樣的 話說回來, 如果嫁了她做大少奶奶 好吃就好住 還有大筆禮金, 有點好處 不…當我不穿, 當我不巧 你回去跟小奶奶說 要我賠一條命都行 不可以叫我女兒誠世守寡 你走呀 九斤叔, 你怎麼反口 你走呀, 你走呀 你這樣對小奶奶不住, 不行的 小奶奶不會放過你的 我叫你走呀 你找小奶奶叫我我就怕了 你走呀, 你走呀 你走呀, 你走呀 你走呀, 你走呀 走呀, 你走呀 這麼殘忌, 你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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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豈有此理 那個小奶奶害死的貴心 我還沒跟她說 現在說我害了環水妹 我們猜到甚麼時候害過一個人 那倒是呀, 小奶奶你也是一片好心 想給她們一個機會贖罪 她們真是不知好歹 可是那個順風認得那二十歲女 要她手一輩子生寡, 很可憐的 還有這件事二叔是不知道的 如果讓她知道她又不贊成的 就多激她一次 我這樣做, 無非是想老爺的病 快點痊癒了 風水先生說 老爺就是怨氣前身, 才會病成這樣 如果可以跟舊家家化解冤壽 消了一些怨氣 老爺的病一定會很快痊癒的 沒錯... 如果小龍醒了 知道你跟他做了那麼多事 他甚麼怨氣都沒有了 還有甚麼事呢 還有風水先生說的也很順暢 不如我們想想 怎麼送二哥出省城醫病就好了 大姑娘, 現在老爺病得那麼重 出到省城那麼遠 你保證可以治得好嗎 放了貴生未成親就死了 福薄命薄, 我們又於心何忍 那真的沒其他辦法嗎 糟了…老爺現在很辛苦 阿爸 阿爸 你瘋了嗎?你下來吧 你下來吧, 不要 你下來吧, 不要 你下來吧 你幹甚麼事呢 你下來吧 你給我死, 你給我死 你給我死 你給你的頭嗎 我不死也沒用 你是不是願我們不夠慘 阿爸 我害到家裡全家甚麼都好想 我只想要賣身去根山下 還要生為百家俊 死亡無人恨 阿爸 你別說這種事了 我去賣豬仔堆 你不是找了錢回來幫我站過這一關嗎 你讓我為家裡做點事吧, 阿爸 阿爸, 你讓我去吧 一輩子這麼大, 怎麼還呢 我死了, 他們就不來追 你死了, 這債不是我和順水玩 你這麼笨 好, 你這麼喜歡死, 你去死吧 不要, 阿姐 這債讓我和順水玩 不要, 阿姐 不要 我不想死 我是笨, 我沒用 我債主要來追債 我又沒有屋, 又沒有鐵, 又沒有地賣 我想盡辦法 純粹買新錢, 根本不夠還 難道買你下記載嗎 我這個做爸爸 怎麼做的 怎麼做的 不要, 爸爸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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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好 是不是不死也沒有用 太好了 媽 大雅 大雅 馬 希望老闆可以大步濫過 就算你要我節福, 節仇我也願意 剛才主持說, 孤木鳳來蝶髮身 花開枝茂蝶來蝶, 是好笑頭 老爺的病, 這次一定會好得來 二哥福大命大一定不會有事 你爸爸也沒甚麼事了 別再鬧事了, 不然小奶奶又不知怎麽 你還來幹甚麼?想找晦氣嗎 我知道爸爸對你對不起 我要做你們的顧家媳婦 我前輩到河頭, 抱著頭 醒了變, 知心底感受 為甚麼我望見昨天已亂心 同掛念又回頭, 在你背後 為甚麼我借望明, 知不捨得的都要放手 我才會做給你 我 為甚麼我 思想想想想想 不要再打擾放手 我為甚麼我愛你 我愛你, 服務得我 有甚麼事 我愛你,我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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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